我以为你会拿一把水枪 原来不是要一起游泳 你懂它吗 昨天我好像也买了这本书 那不是起了名字的空白笔记本吗 买了练字用的 你的探测器 正好天气不错 解决以后可以在沙滩上晒晒太阳 打碎你的心 心碎的滋味 好美妙 不对 对你们之间的氛围好清淡 他刚才是不是嘲讽了我们 可他说的氛围清淡是什么意思啊 书里说的也不一定符合情况 但只做参考应该用得上吧 可能是他的名字让我们产生的误解 但也不全是理论 比如 这里就写了 亲密关系中 接吻 是传递彼此感情的重要途径 你现在 有什么想向我传递的吗 书上还说 和心爱的人接吻 可以促进内肺态的分泌 能起到阵痛和麻醉的效果 听起来像是某种置换剂 是真的吗 我还没有用这种方式解决过问题 如果你现在想吵的话 我也可以 也有道理 不过 你看这句 注视他人的缠绵目光 是感情深温的暗号 要来对对暗号吗 用缠绵的目光 这么看着我 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吗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 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只 正在盯着猎物的小老虎 严阵以待的老虎 那得要你和我一起试 我昨天已经把那本深温看完了 里面有一个课题很有意思 如果两个人能坚持对视十秒钟 就一定会忍不住接吻 凌宫科教出版社出版的 眼神版本的秘密店吗 是我自创的 沈兴回暗号 意思是 今天能不能一直和我在一起 没有流浪体 紧急任务 突发事件的一天 很适合摊在沙发上 一个人摊着和一起摊着 体验不一样 我觉得不算 我可是一直注视着你的 怎么了 什么 什么 裁判小姐选手还不知道规则 那这位裁判兼参赛选手 我可以申请重赛一次吗 沈兴回来了 你故意诱导我回答你的问题 这样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不是 这位选手的计谋太高深 我只能认输了 只对你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那个自创的暗号只对你使用 太歪了 爱情疼疼思飞 来了 一定是被不再清淡的情侣关系吸引来的 那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去买一本新的吧 那边有超拍管的随拍小房间可以抖进去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虽然只闸了两下 但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我猜你这是想说 走吧 如果你喜欢 这可以成为我们的专用爱好 我眨眼的频率看来确实有点快 我应该再警惕一点的 我们散步回去吧 这个和你一样的投尸 我还不想这么快就摘下 你不想这么快就摘下